我们的日常 其实来到这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奢侈 曾经四川梁山移族自治州 岩崖村 和世界隔着随直近千米的岩崖 和过百年的世代封闭 山上有的只是绝对贫穷 自从政府帮村民收通钢梯 铺切光纤网络 村里面开始变天 头天变成钢梯 这个真的是不敢想象的 然后拖了钢梯之后 我们都想拖了高速过路了 钢梯收通了 司机收通了以后 一下子把悬崖村球 就从过去一个壁设的边缘的小山村 就与世间就接轨了 接轨了 拉到一块儿了 不过城市正在高速发展 只要村民一日继续在岩崖上生活 不单只扶贫成本高 城乡之间的贫富悬殊 亦会越来越严重 而且岩崖村并不是唯一 在整个四川省梁山州 有足足二千多条这类型 因偏远而致贫的村落 要终断它们世代传来的贫穷根源 政府决定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工程 2020年5月是岩崖村全村搬屋的大日子 可以说是他们的七岩崖基 岩崖飞人某式拉薄也带着一家大小 走钢梯下去开展新生活 他爸爸妈妈已经有五年没下山了 我这个胸肥变胆 小菜 我爸爸特别高兴 我也有点高兴可以搬到县城 你不知道这边房子的情况吗 到了这里小区里面的时候 一下子就好震撼 这么漂亮的房子真的是给我们的吗 做梦一样 做梦都没有摸到过这种 因为没有看到过 花了三、四年时间 政府在全梁山州 靠近淵城 或者交通便利的平原位置 建了总共一千四百多个安置蛇区 帮全部二千多条贫困村 总共三十五万名村民搬出来 所以你们是一家就… 七口 七口,然后大女儿在幼儿园 某式拉拨在沿崖村土生土长 哥哥姐姐都出了外地打工 他排行最小就负责照顾年老父母 之前一家人在山上靠种田为生 自己种自己吃 基本上没有收入 住的是一间破旧的土屋 这个家跟山上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啊 在山上我们就没有睡的地方和客厅分开 我的家了 这里是客厅也是睡觉的地方 对 这个房价在我们这个招酒厂层应该在四十到六十万 然后我们就交了一万块钱 最后就把这个房子交给我们了 平坚的收入问题 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 是由一间国内企业投资兴建 目的就是要安顿搬出来的农民 赵总,我知道你们现在这个 现代农业产业园是扶贫的一个项目 我们这个项目是18年的时候 通过这个政府牵头 然后企业进来投资建设运营 然后带动周边群众一起参与进来的 农民可以选在这里打工 出固定人工 也可以选参加合作社种番叶 由公司提供技术培训 只要农作物达到公司的标准 就会被承包外销 这个现代农业园成立三年来 总共为附近千多户搬迁农民 创造就业机会 你们都是山上搬下来的吗? 对 那现在在这里跟种 跟以前在山上做肯定很大分别了吧? 山上以前很苦,起码太少了 太少了 一个月几百块 几百块? 现在一个月差不多两千块钱 那比如说住些土豆还有玉米的话 还要飞几个小时 而且你要飞到山上来卖的话 价钱又少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知道你飞上来 肯定飞不上去了 所以价钱给你押到最低 哇,这样很惨 菜田很大,我看到 那个菜会晕到哪里去卖? 我们主要往深圳还有香港那边 香港也有的? 也有… 我们香港吃到的菜心 都有机会是我们这群 山上来搬来的阿姨一宅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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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